我们基隆市政府为了提升我们青年人才赔利 还有辅导的能量 我们将会提高我们基隆市青年投入创业 及公共服务的一个补助计划 并且开办我们青年实习 而且还会举办朝想山海基隆的系列市集活动 全力打造基隆成为我们青年移居且友好的一座城市 我们也会透过今年的追加预算 来期望能够提高更好的创业资源 增加我们在地创业 以及打响我们基隆青年的在地青年的品牌 基隆市政府三月成立青年事务委员会 邀请世代青年加入沟通交流平台 今年度青年创业补助计划 投建申请团队高达14件 补助金额最高20万元 基隆市政府未来也会与不同的族群 还有世代的青年委员们 我们共同建立双向的一个交流平台 那同时这段期间我们也关注到了近几年 我们青年创业的这个补助的申请 的投稿申请的这个件数也在持续的增加当中 那今年度的这个补助件数呢 也高达到14件 那奖金呢最高也是到20万元 那目前啊我们市府也正在着手规划 让我们青年的委员还有呢我们青创的这个辅导的业者 能够到其他外线市去进行我们的企业参访 那透过呢成功的经验分享 还有各种的建议 让我们这些青年的青年的朋友们都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经验的传承 还有呢也会提供给我们青年伙伴们一些良好的实习机会 建立呢我们系业的这个人才 还有青年求职的一个媒合的机制 每一年我们都有这个青年创业的辅导这个计划的头件 那青年补助有到14件 然后补助金额最高到20万 那我们这次的新增加预算里面 其实希望可以让这个加速再增加再成长一些 然后金额看能不能再更大一点 那让基隆的年轻人在基隆创业的时候 无后顾只有好好的往自己的梦想去冲 除了规划企业参访 市府与北北桃共组青年大平台 透过平台可以共享青创空间 对于外那我们跟基北北桃 有成立了一个基北北桃青年的大平台 我们推出第一个政策就是共创空间共享 所以做过这个大平台 其实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三个直辖市的县市做一些串联 目前我们总共 他们总共每一个直辖市提供了四个场域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去使用三个直辖市的12个场域 然后未来我们红专屋 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开办的这个清创空间 也会加入这个平台一起加入营运 那第二个大平台所做出的贡献是我们也参加了基北北桃 地方创生为电影的竞赛 那可以让更多地方创生的这个故事 然后不是只有让基隆市民知道 而是可以让基北北桃所有的一千万人市民知道 鼓励青年朋友创业 市府强调将持续强化各项青年议题的关注度 加速落实青年相关政策 朝基隆成为青年最宜居的城市目标迈进 记者黄少铭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